立委抢占主席台争先恐后向前冲 下一秒陈婷飞一个踉枪摔倒在地 遭徐巧新抓伊领害他跌倒 陈婷飞释出长达八秒影片 指正是徐巧新蓄意伤害的铁证 随后徐巧新也公布长版影片 双方都不让步 当你用蓄意的方式 我们是没办法接受的 蓄意是没办法接受 因为他是全副武装 在陈婷飞委员进来之前 跌倒的人是正正前委员 所以陈婷飞委员压在他的身上 而我在陈婷飞委员的后面 所以被绊倒的人其实是我 要算旧账罗志强也跟上 前一天被民进党立委邱毅盈 拿扇子打脸也要对付公堂 另外邱毅律师研究发现 他打人耳光也是第一次 之前也曾经打过李庆华耳光 这个提告基本上不是否个人 而是我要让邱毅盈知道 让民进党知道 这个暴力必须为他的暴力行为 付出相应的法律的代价 法院两周四次全武行 立委不止挂踩身上有伤 看看528青鸟行动 这块割篮尾看板 有人被贴到面目全非 青鸟不吃老鼠屎 拒绝服从独国会 朝野冲突后 蓝绿从近身肉搏 延长赛打到罢免战 静新闻综合报道 他就算是有维修的 请问按钙